OK,長毛突藥,窩居看樓團 Anthony,我們讀者有幾個問題想問你 他們發現升盤去水很慢 衝刺他們會保持水長流 還想自己換門鎖 不知道難不難嗎? 其實三樣都不難,讓我裝修東尼 逐樣教大家 我們今天教大家清洗隔氣 我們所需要的工具很簡單 一個水桶,手套 最好就準備上口罩 因為拆下來的時候會比較臭 就把水桶放在洗手盤隔氣下面 然後左手握緊這個橫向的膊口位 再順時針扭 拆開它之後你就會看到好頭髮 沙石或者油脂 然後左手握緊這個膊口位 先放好隔氣 這樣就逆時針扭 就不需要扭得好死的 不需要出用九牛耳虎之力扭 因為如果扭得太緊太大力 這個黑色膠圈會爆 就會流水的了 現在扭緊之後呢 輕輕放著 扭多半下 實在就可以了 要簡單解決水長流的問題呢 做法可以很簡單 主要都是清洗裡面的水箱配件 清洗之前 第一步要先關掉鹹水總製 或者淡水總製 打開水箱蓋之後 中間你就會看到一個放水器 新式這款通常是扭一扭 45度 就可以鬆出來 問題所在呢 就是 這塊膠圈 被魚生物頂住 導致有個縫隙 水呢 就可以慢慢慢慢滲出來 抽好它出來之後 你就拿去浴缸 或一氣缸 用熱水噴 噴到乾乾淨淨 最後呢 確保整個這個膠圈 都是很乾淨的 沒有魚生物的 然後 就照樣煮碗 裝回去 扭緊它 再開你的鹹水總製 蓋上蓋 再試呢 就應該沒問題了 換鎖的工具很簡單 一個尖形的鎚 或者一支他筆 一支批都可以的 換鎖呢 要火門入邊那邊拆起的 裡面這個位置 會有個洞在這裡 藏著一塊鐵片 用你的他筆 或者十字批 一支批 剁下去 之後就可以鬆 把手出來 然後呢 這個顏色面蓋怎麼鬆呢 通常呢 這裡會有個 凹位的 用十字批 然後挖它 就可以拔出來 然後套下去 記得 在關門之前 要試一下整個鎖替 粗過正不正常 想做小生意 但又不夠資金 OK財務業主私人貸款 無需任何抵押或提供樓契 比一般樓岸更加有彈性 紫金周轉就OK好輕鬆 借定不借 還得到才好借 謝謝 謝謝 謝謝